近日,陈冠希带女儿参加台北活动 罕见谈起08年的那件事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陈冠希表示,08年分播后她没有消失 一直在努力经营自己的潮牌 还有了幸福的家庭 她15年没拍戏,却说想付出 她爱电影,如果有导演找她,她有空 陈冠希还透露,她一直在好莱坞事情 但从来没成功,她不知道原因 但她不会放弃,希望明年有机会 她在美国有经纪人,经纪人问她 什么角色不能接,陈冠希说爱情片 还对妻子情书可以表白 她太爱妻子女儿,拍爱情片会让她难以分清感情 但她这个年龄也不适合拍爱情片 08年后,她每次出现,状态都不好 很多男性保养好,看起来30多 但她皮肤松直,眼带沉重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,陈冠希在国内可能都没细拍 更别说好莱坞,近年来 陈冠希的口碑好多了,很多人觉得她也是受害者 陈冠希一直想付出,只是没成功 08年后,她去好莱坞没发展起来 先后发布了单剧,但没人关注 也没人知道,如今陈冠希自爆想付出 对此,你怎么看呢